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丹東山 孫昂山 上個禮拜 上海市民發動抗爭 以後 國內都勒修 發去抗議 對著這所謂風況 經濟的群眾運動 大不滿 很快就蔓延到北京 重慶跟成都 這些大城市裡面 而且這一場真自由的所謂北柴運動 白紙運動更過散到全球 從歐洲到美國 日本跟澳洲 到處都有人站出來 聲援中國人民 這次群眾事件受到全球的關注 是因為從六四學院以來 中國已經上十多年沒有出現這種 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而且這場沒有指示 跟領導人的突發性抗爭 卻含著習近平跟共產黨下台的政治訴求 那這種現象對中國人跟全世界 說起來都是非常不尋常 這顯示中國這個百姓呢 它的不滿的程度 已經到達一個所謂很低音界點 那雖然抗爭的這個導火線是 所謂這個新疆官僚 頑固人民的這個防控作法 實際上的原因是 中國政府是腐敗的這種防疫政策 一種防疫政策 目的到底是在哪裡 很多人看不出來 那中共政權面對一再變異的病毒 不想採取西方國家接種有效疫苗的一種方法 來降低病毒的危害 反而繼續使用隔離跟鴻城的一種漏漏法 難怪會引發這個富士康員工的一種大討論 跟這個暴動 那美國政府認為 居家隔離只是暫時的一種措施 那中國很難透過清零政策 來防止病毒的擴散 那只有給民眾接種更有效的這種疫苗 才能夠走出困境 這是美國政府認為是這樣 應該是對的方法 應該是這樣做 我們光看這個歐美各國都知道 疫情一開始 雖然會造成相當人士的一種死亡 但是實施這個大規模的疫苗接種之後 感染人士還是 感染人士就會 之間的降低 最後達到這個所謂群體的免疫 那現在歐美國家不用戴口罩 就是因為病毒已經不會造成大規模的感染 跟這個死亡 那可惜的是中國自己研發的疫苗 效果本來就不如西方的國家 加上習近平他強調資歷更生 所以就算這個 他欠缺這個所謂RNA的這個疫苗 中國也不想引起有效的這個外國疫苗 他不想引進外國疫苗 那最後只能採取這個 這個主標的這個所謂 香港的一種做法 全部把你關一條的賣給你出來 那話講回來 這個這一張實際大病毒已經奪走 全球663萬這個人命 光輸美國就佔了差不多110萬人 還有印度跟其他國家 都有很多人失去這個寶貴的生命 雖然這個災情非常慘重 但是大多數國家對疫情 都採取公開透明的態度 那只有中國的這個死亡人士 是一個謎團 那無常無情緒 他要公佈下來的這件事 不但支持 中國政府先將大火真正的死亡人士 他也不肯公佈 再度證明獨裁國家 在抹騙真正的這種危險性 所以台灣人要百分之百 要去了解這種的獨裁政權 完全在騙別人 就是因為他什麼都不透明 所以中共還是勸勢這一個交代 他們實在應該好好地解釋 這個最長四季病毒 到底是怎麼樣發生的 在美國以前 在特朗普總統的時候 也有很多的學家 現在是中國的那邊走出來 那到現在說 沒完沒了 尤其無法讓中國做解釋 這一次滿臉全球 已經將近三年的病毒 發源地就是在中國武漢 當時候中國政府對自己的封城臭屍 還感到沾沾自喜 當這個病毒在全球繞來一圈之後 回到中國 中共的思維卻停留在 紅手病毒的這個原始階段裡面 令人感到真的是不可思議 那現在全球只剩這個中國 還在實施清零跟這個封城的措施 只要出現病例 他就馬上採取嚴格的這個 這個控制的一種措施 把全國搞到很民不聊生 那時間一久 自然會對共產黨產生不滿 剛好這個新疆又發生所謂 隔離的之後 之後這個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這個 離開這個火場 一些飛燒那個中座 有這種這個死亡的悲劇 所以終於引爆了中國人民的 這種熏熏怒火 那這一次群眾事件 會不會 引發到一個所謂從點到個線到個面 的這種串連 全球這個專家都有不同角度的這種分析 我們當然應該保持密切的關注 那站在不數價值的觀點 我們需要同行中國人 這個他們這些人民的遭遇 也支持他們站出來 來捍衛自己的這個權利 不過我們更要提高警覺 因為兩岸只有一孩之隔 台灣又是中國所謂寒打寒殺的一種對象 所以我們一定要仔細的 來觀察中國的情緒演變 來避免中共無法處理內部的這個強大民怨 然後呢 會把這個宣洩壓力的這種刺口 來轉來到對台灣 所以這點有人這樣說 就這個機會可能會打台灣 也會有什麼功能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們在台灣 應該是自己要做好準備 不管怎麼樣 這就是我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求 這一點就是 我們一定要堅持到底 要真的是要讓全國人民 都有這樣的共識 那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